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Inktober的进度是怎么样 其实我今天画到第29天了 来看一下 这边前面的是 怎么说 就是影片都已经大家看到了 前面这些 那我就不多说了 就这几天画的 这个是今天晚上的 我自己很喜欢这招 我觉得这个植物好可爱 那这边用到这个技法叫做Tucker 这个Tucker的技法 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 有一节课是专门在讲这个东西的 好 然后再来是明天 好 然后再来后面的是这个 跟这个 OK 那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又安排了下一次 就是11月的工作坊 那11月的工作坊 我想要玩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个是Sentangle公司 它在Project Pack 18 是去年的时候 它所新开发的一个商品 叫做Translucence 它是一个半透明的纸砖 那这个东西 它用的是这个 因为叫Valium 它叫它是一种 它是描图纸 那这个纸很贵 超贵的 来你看看 它就是半透明 我把纸砖放在底下 你可以看到它是透得过来的 那可能有很多同学是没有试过这一个作品 没有试过这个新产品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能够画出普通纸砖 没有办法呈现的效果 那其实 我刚开始并没有买官方纸砖 我是画完了整个Project Pack之后 后来才买的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 它很有趣 那这边我有一堆我的作品 就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有一些可能比较新的 没有那么关注我那么久时间的同学 可能你们没有看过这些作品 那这些的话 我是有用这个塑胶袋 我把它套起来了 你看这个是一面 然后如果是翻过来是会长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这种半透明纸砖 它的效果就是通常是会两面创作 两面创作它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这很好看 我先给大家看几张 这种比较基本的 像这一个 这个是跟着Project Pack的画 翻过来它是这样子 就很特别好看 这一个 官方指出了方形纸砖跟圆砖 方砖跟圆砖 然后BQ砖它是跟着另外配套的 放在一起小手 没有单独卖 所以然后这个发砖 是我自己裁剪的 是不是很有趣 我这个背论是画在背面 所以我在正面它看出来 就是那种朦胧雾雾的效果 就很特别 还有这一张是我第一次的尝试 那这一张我看这个是2022年的 8月13号 那这一张用的是非常非常薄的 描图纸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包描图纸在抽屉里 很多年前买都不知道干什么用 可是它太薄了 非常的薄 所以这个不太行 那是后来我有去买到 这种比较厚的纸 厚的纸才行 请问您透明的砖是特殊的笔画的吗 其实代真笔就可以画 可是代真笔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我有找到更好画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留在那个工作坊里面 我会帮大家准备 我会去买 我去特别去买那个笔 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特殊效果 这个也是特殊的笔 你看它背面是这样子的 就很特别 因为它指的特性的关系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笔都会画得很好看 它要试 你看像这种就是 它好像是上下两层不同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画得很头痛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可是最后画出来 结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OK 还有吗 还有这一张 这一张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 其实它就是Tucker的技法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今天分享的影片 这种是不是很立体 超特别的 那翻过来看看 是这个样子 它就感觉上 我这个就是插到后面的东西 效果非常的不一般 我自己好喜欢 而且你可能在这个镜头前面 你看并不是好像不是特别闪亮 可是事实上看实际的东西 真的是很漂亮 这个效果是普通纸砖做不出来的 好 那这边的话我有几张 这个就是我手工裁切的纸砖 然后另外就是加了一点点 小手工吧 它就变成像是相框一样的东西 两面的创作 这个就很厉害了 对吧 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特别的 这个也是手工创作 然后前面这个是手写 对面是这样子 OK 这个完全就是只有透明纸砖 能够做出来的效果 这个也是 这个是用的是咖啡色的纸卡 做的框 也是双面的 双面画 有用了这个应该有用了特殊的笔吧 太记得了 因为花了蛮久一段时间 好那这个更特别了 这个是一个圆砖 可是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做圆砖 因为很难做 因为用本身用切圆器去切圆 里面两个圆要很一致 其实是很难操作的 不太好弄 OK 这个也是双面画的效果 OK 那后来 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 这个是官方纸砖了 官方纸砖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正方形的 Sentangle的logo 它会有白色的 它会印在上面 又很好认 又白白的 不过这一张的话 我主要是要去感受它的材质 官方纸砖 官方的半透明砖 跟我自己买来的纸 那种感觉差的差异在哪里 然后还有试笔的效果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作为材料画老师 真的是花在材料上面的钱超多 而且要一直做实验 才能找到做比较适合的方法 OK 这个是一张 这个是官方纸砖画的 好 那最后呢 是这两张是我比较新的创作 这个应该也是 我这一次工作坊里面会教大家的 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超闪亮 OK 它也是双面的 绝对是美翻你的朋友圈 大家就会很吃紧 你怎么画出来的 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好 这个是另外一张 这个是原砖 是不是很漂亮 都很好看吧 好 我还有 应该还有其他啦 可是我一时之间找不到 画太多了 OK 这个就是我 关于这个半透明纸砖 就是我的下一个工作坊 是11月11号 星期六在台北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粉砖里面去看 我有关于活动的详情 欢迎大家来玩 好 那这边的话 我先准备一支铅笔 我们要来看看说我们要怎么画 那首先感激与感恩 谢谢大家今天再度来到这个直播间 跟我一起画画 那我尽量能够把这个规划的方式 用比较简单 好操作的方法来介绍给大家 好我们先把这个边边 我们这次用很轻的线条 先把它框起来 这个主要是给我们自己一个边界 那这个框我就是轻轻的画就好了 大家知道有一个框在这里 因为等一下还要擦掉 我们现在要画的是 我在这个纸上先画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要画的是像这样子的正方形 我们前面两张 第一张画的是爱心 然后这一张画的是心心 这两张都是solid 就是一个实心的图样 那我们留白其实可以留这种空心的图样 比如说像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留这样子的框 像这样子 就是我要留的是中间这边是我们到时候可能要画图样的 然后这个框的部分是白的 那单纯只是画一个框的话 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单调了 所以我们会稍微复杂一点 我会画两个框 比如说像这样子 就让它会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会变成 这一部分也是白的 画的地方是在这里 还有这里 这样子 这种概念 OK 清楚吗 好我们开始直接在方砖上面画了 那我这边的话 就是这个留白的位置 我们就要在我们最先前留的框线的里面 我们不要画出去 来我这样子画 这个不用是很死板的正方形 因为我们要留白 所以不要太边边 假设是这样子 就很随意的 这个框的这个宽窄 你就可以自己 你就可以自己 来OK 好这边的话 因为太靠近这个边边 所以我要进来一点 大概是这样 好清楚吗 所以我这边会是留白的位置 好两个框 这边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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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很清楚了 方向都随意 不一定等一下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 我请大家准备一个塑胶袋 我这个是有点雾雾的塑胶袋 大家可以随便 或者你有用塑胶的电板 或任何的东西都可以 就是能够 画彩色笔画在上面 我现在要用的这个是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highlighter 那你可以用任何 任何水性的 这种 帝号笔 或是彩色笔 都可以 我们就直接画在这个上面 主要是我要取它的颜色 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画在上面 因为画在上面像这种笔 它就会有那种笔的痕迹 我就不想要有它 所以我就用这样子的方法 那我就用这个笔刷 你如果把它画在比如说像酱油碟子上面也是可以 任何东西都可以 好 也是任何颜色都行 我只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就这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空的地方就留白 那其他地方我们就 刷上颜色 OK 这个应该会很快啦 上次用彩色铅笔 大家会觉得好像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其实这个也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没有什么太难 你看这种画在 就是说我们取彩色笔的颜色 然后把它放在 画在纸砖上面 它这种线条感 就不会太僵硬 就会比较自然 啊花进去了 没关系 你看我们这种用这个颜料就好省哦 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任何的彩色笔都可以 水性的 好那你如果觉得颜色不够了 就 再录一录 就有了 甚至像这种 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用小朋友的彩色笔也可以 好那这个塑胶袋 你可以把它丢掉 也可以就是稍微用湿抹布把它擦一擦 都还可以再重复使用 不要浪费了 那像这个橡皮擦 不是橡皮擦 铅笔的痕迹 可以用橡皮擦来擦一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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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太在意 就是说你上颜色上的均匀不均匀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再上阴影啊 或者是再加颜色什么的 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打底的颜色 只要有颜色就可以了 基本的就可以 不用太在意 事后再慢慢划都OK 你看这么神奇 我们画这个框 结果抽到的居然也是两个框 所以这个真的是共识会 这个是没有办法 它就是这么的神奇妙的事情 好 dex 这个应该是一个官方图样 我来看看 格子状的图样 那这边它所示范的 它是用这种斜着的 那主要就是要求的这种范围 那在我们在这种交叉的地方 我们画出菱形 其实是正方形 小小的正方形 它就有些像我们 那种小时候的磁砖 有没有 那它就是一个没有 一个有 一个没有 一个有 这样 间隔的 OK 那这个有 这边两个就没有 这边没有 这左右两边 这边就会有 那就是这些没有的地方 它就会连起来 OK 它其实就会形成这样子 一格一格的 好 然后在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选择 选择任何的一侧 好 它这边全部都是左上 好 那我们就用左上 我觉得它刚刚的逻辑 有一点怪怪的 让我试着 如果是这样子画 我会觉得 直接 我们就在里面画 叉叉 每一个都画叉叉 然后中间 画正方形 这样会不会是 一样的结果呢 好 错了 有时候我们就是 然后有一个图样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去 尝试有没有 不一样的画法 当然像上次直播的时候 我就有点翻车 对不对 就是搞不太清楚 可是我们应该是要有这种实验的精神 你就会发现说 好像另外的画法也是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简单的话就是这样子 简单的话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 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简单一点 你们觉得呢 好 这个图样叫做 DEX DEX 用黑色的带针笔 就画在这一块里面吧 好不好 这样子 一个 好 这里 在这个交叉的地方 画一个正方形 涂黑 每一个都一样 对吧 我说 对 你 对 这 是 我说 对 中间这一块它其实是这一个的延伸 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可以用铅笔来帮忙 像我就是会用铅笔来帮忙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不要会画到稀里糊里的 对不对 就在这里 然后这里 好 又是隔纸型的 好很简单 我就简单的画一个 简字格 这样子看清楚就可以 好它一开始就是 写一个ABC的A字 这样子 好那以此为基础 它在 这个线条的外侧 它就是这样画光环线 平行的光环线 这样子是一格 好 那你在这一个其他的格子里面 你看它 它其实是可以变换各种角度的 那其实就是这样子转过来 它这个有一点像网络与片段的概念 这边这样子可以 然后这边也可以转过来 这样四个角度就出现 那它就可以组合出各种不一样的组合的后置图样出来 然后你就看这样子 它就形状就不一样 那随便你怎么组合都没有对错 就只是你这个A这个字的方向而已 那画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小方块的一个概念 就直接画在这个吧 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格子了 那我们就这样子 这里是一格 这里是一格 好吧 所以我们会有三个A的概念 直接画下去了 好 那这里是第一个A 转这一个方向 那我在这里面 我把这个里面所形成这个三角形 我稍微描一下 让它更强调出来 做一点点圆画 不过我觉得它很适合 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 好 来先画出五个 不必等据啦 那它是有做一个涂黑 然后以这个中间这一颗为 圆心 为主轴 然后我们画这种S曲线 旋转纸专就会比较好画 它先就是沿着这个区线 好 我们就画光环线 画四条 我觉得应该几条都可以啦 我们就先按着它的这个来画 先画了四条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 转一下 变成它隔壁的这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就沿着这个 这个有点像木卡的东西 就画光环线 一样也是画四条 好 同样的步骤 好 那最后这一个 它就是顺着我们之前先画出来的这一个 然后继续做延伸 好 这个图样就完成 再上英文就可以 蛮有趣的一个图样 先把这个圆珠珠的定位点先找出来 好 然后画 S线 然后任意一个先开始 先画四条 然后隔壁的这一个 开始写画广环线 一样是四条 好 我们碰到这个边 我们就不画了 就要跳过去 第二条 三 四 好 再转只转 啊 我错了 没关系 不讲人家看不出来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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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边的话因为它这个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只能画半个 旁边这边这么小的部分怎么办 我们就用春天的画法 我们去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 不用想太多 春天土药 因为我一开始选择的这个颜色 是偏粉红色系的 它这是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色 Boss的 那我现在用的是水溶性的彩色铅笔 那这一支是Paintail的424 这一则颜色我还蛮常使用的 那另外一支我不确定会不会用到 这个是429 这个我都是买单支的 这个在美术用品店可以买到单支的颜色 那这两支颜色我比较喜欢 好 那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线条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精确 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它的旁边 有点像画阴影的感觉 就直接这样子 加上去 因为毕竟它算是硬的笔尖嘛 我们这个留白的线条就可以把它修补的比较整齐一点 里面也是哈 好 我们再把这个水饼拿出来 我们就顺着这个边 稍微把它融开一下 等于是说我们用彩色铅笔给它做阴影 好 我这边还是要用铅笔来 增加一点它的那个对比度 所以我又在旁边 又再继续往这个边边加阴影 彩绕的立体效果就是靠这个阴影的 就是这种黑白的对比来制造出来的 那我个人是建议不要怕画阴影 因为我们只是在练习 那你如果说画的不满意 请大方的使用橡皮擦 你把它擦掉重新再来过 你试久了以后 你已经知道说你喜欢的阴影绘制方法 你就不太会 怎么讲 犹豫不决 你会知道你很喜欢哪一种上阴影的方法 你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 你就可以摆脱橡皮擦了 好我在这个上面这个珠珠上面啊 我们来画最常用的这个珍珠 用白色的白碳笔 这个画法真的是最容易的 而且又立体好看 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面积很小 我们就不用那个棉花棒去擦了 中间稍微用铅笔点一点黑黑的 一点点就好 面积比较小就比较好处理 水样笔这个是 这个是08的 就画两个白点 就画两个白点 好像在这个第一个图样这里 我们要把底下的这一个梯形这一块 要把它弄到最黑 就是让它产生更多颜色的对比 然后这一侧 然后这一侧 把它涂白 我们用棉花棒稍微擦一擦 然后这一个图样这里 然后这个图样这里 另外一侧 另外一头 涂白 我们用棉花棒稍微擦一擦 我们这一个图样 它其实也是要有阴影的 这种交叉的地方 然后这个弯的地方 然后这个弯的地方这里 就不要急 慢慢画 不用太赶时间 你赶时间的话 作品就不会精致 我们要追求精致一点的生活 不要活得太粗糙 对吧 再来 再来 一样白碳笔 在这种弯曲的地方 我们稍微 这边少了 这边加白 让它有一点点立体感 这边 这里应该要有阴影 那你如果 喜欢的话 可以 再加一点粉红色什么的 我试试看 我也不知道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加也没事 我只是想试试看它的效果 OK 看看喔 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又很特别 嗯 好那要准备签名的 要签哪里 好咯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月 三次 共识会直播 那我们这一次是 嗯 以 留白缠绕 作为我们的技巧主题 那我们 第一张画的是 这个黑白的 留的一个爱心的形状 第二张是 三星留白 留下三颗星星 第三个画法呢 是我们以这种 流框的一个形式 这些都是这种实心的 一个具体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框 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让大家感受一下 它们的不同效果 刚好就是 红蓝白 是不是 这个也是五星插流 可是这样摆下 摆起来 是不是很好看 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作品 就摆在一起 自我陶醉一下 不管怎么样 我们自己画的 都是最好看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共识会的内容了 希望大家会很喜欢 你们的作品呢 都可以放到我们的 缠绕魔法村 脸书社团里面 或者是在Instagram上面 也可以tag我 让我去赞美你的 OK 那就要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